如果说每年比赛期间考验是球员实力的话 那么选球大会就会考验各支球队管理层的眼光了 联盟中有不少球队通过选球大会瞬间翻身成为联盟的强队 不过也有一些球队几乎是开卷的考试影响到错误的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年NBA球队犯过的典型错误吧 84年开拓者管理层错失乔丹 1984年堪称NBA优势以来最强大的选球盛会 当时不少青年才俊都通过这类选秀进入联盟 比如大梦 乔丹 巴克利和斯托克顿都是在1984年进入联盟 而当时手握榜眼签的开拓者面对如此实力强健的球员不选 非要选萨姆鲍威 于是让工程队用碳花签简陋选中乔丹 而当时后面还有巴克利 索普 斯托克顿等等未来的历史级巨星 这种开卷考试都能选错 S级乔丹摆在你面前 开拓者非要选B级无名中锋 难怪那个时代他们无法拿到总冠军 03白剑一代活塞确实选中一个水货 而03白剑一代作为新世纪最出色的选项大会 那一届同样也是人才辈出 而当年手握壮业签的骑士提前预定了詹姆斯之后 手握榜眼签的活塞见过不少的选择 韦德 波什和安东尼都是最好的选项 不过当时他们确实选择了米迪西齐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内线 这些选项的失败也导致了后来活塞多年连续的沉沦 09年森林郎连续两千错误库里 当时他们手握第五和第六两个选择权 并且他们球队急需预约空位 因此他们在接连选中卢比奥和弗林两位空球后卫 完美错过了两届MVB得主史蒂芬库里 强有勇士能够以第七顺位将其摘下成就后来的王朝 黄蜂17年同识米切尔 如今骑士队的米切尔无疑已经称浪为联盟的最强巨星之一 尤其在级户下的表现米切尔更是堪称惊艳 而其实早在17年选择大会 黄蜂就已经注意到他了 并且手握11顺位的黄蜂管理层 几乎就要确定选他 不过乔丹却力排中意 选中了马里克蒙克 直接将米切尔的顺位拉低到13顺位 这才让爵士简陋在下 国王18年4选3都能选错 目前来看18届选择大会 无疑是近几年最强烈的选秀 不仅诞生了东西奇和特雷扬这两位却带双交 而且还有艾顿 小贾伦杰克逊这种未来巨星 但当时手握光眼前的国王 却选中了马文八个利 即使让他们避着也能选 东西奇 特雷扬 贾伦杰克逊 这三个正推答案不要 非要选中一个错误的答案